各位網友早晨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3年7月5日 星期三 來到上午的第一節 先和各位網友整理一下香港各大最新的消息 先跟蹤一下昨晚 田灣村有個24歲的男子倒閉於單位中 手腳被綁 據報案情有進展 和各位一起理解一下 另外也說說尖沙咀話說有工業意外 兩名男工人困在超過20層樓高的吊船 現場的情況如何 和各位一起說說 另外日前郭泰曾經有事故 據報有個香港人的乘客可以說禍不單行 先遇到客機急殺逃生時拆傷 結果再遇到什麼事 令到這個人對郭泰失去信心 怎樣的消息和各位一起了解一下 說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礦淨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礦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基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則最新消息 根據HK01的最新報道 田灣村24歲男子倒閉單位手腳被綁 消息指死者疑似用領胎上吊 報道的納文提到 田灣村一名24歲男子倒閉屋內 手腳被綁 重案組調查事件 在昨天晚上傍晚6時多 警方接獲田建樓有一個男子報案 指單位傳出臭味和沒有人應門 人員到場並破門進入單位後 發現報案人年約24歲的兒子倒閉於單位 手腳被綁 腳步繩索懷疑連住啞鈴 警方重案組接手調查事件 現場消息指死者生前患有抑鬱症 2019年開始獨居於上子單位 攝氏的單位集門由單位上鎖 而單位沒有手掠痕跡和財物損失 死者的手捕被繩綁 另外單位內裝有家居用的引體上升單桿 初步調查懷疑死者用領胎綁頸 以及曾踩上啞鈴上吊 遺體及後跌於地上 現場沒有發現遺書 警方正常自殺的方向調查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願死者安息 初步調查懷疑死者有機會用領胎上吊 當時應該因為身體重量跌在地上 入屋時看到手腳被綁的情況 事件仍有待了解 另外也提及這件事故 根據HK01的報道 尖沙咀天鑽甩工業意外 兩名工人困在20層樓高的吊船 消防到場救援 報導的內容看到尖沙咀九龍站天鑽甩在昨晚發生工業意外 話說約8時半警方接報天鑽2天鑽甩外牆 是由吊船疑似因故障未能啟動 令兩名工人被困距離地面超過20層樓高的吊船之上 於是報警 幸好兩人沒有受傷 之後回到安全的位置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嚇死了 兩名工人吊在半空半天吊 幸好最後沒事 消防到場救援 另外也提及這宗消息 根據HK01的報道 有個香港人的乘客乘郭泰 都可以說是一波三折 正在日前遇到飛機急殺 令手受傷 然後去程回程都遇到一些事幹 報道幾乎問題 有個香港人去美國之行 都可以說是一波三折 就在6月24日 在國泰航空有一班機 前往下船機再轉機去資格格格 那天急殺意外 這個人在逃生滑梯的時間受傷 後來去程和回程都有行李不見了 不勝其煩 就著客機故障急殺 和行程延誤的事宜 國泰回覆記者查詢時表示 已經和顧客聯絡 表達誠治的協議 提供心意 至於顧客的行李有所延誤 國泰表示深表協議 行李會在之後送交給顧客 公司在行李延誤期間 亦已為顧客提供 購買基本必需品的津貼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這個人日前正在國泰的客機 急殺的事件中 先受傷 當時不能飛 當時國泰安排了他 去附近的酒店休息 再上另一架飛機 誰知道黃先生抵達洛杉磯過後 才發現他買的免稅品 沒有同步抵達 簡單來說 行李延誤 虛情又是這樣 回來又是這樣 和國泰也有關係 結果國泰最後有跟進 延誤和遺失行李的賠償進度 幸好最終找回那個行李 不過國泰也有所賠償 不過事主對國泰已經失去信心 就說程程機都出問題 另外亦提提各位老友 最近很誇張 電騙案開始有新招 騙徒甚至有機會用AI變臉 扮成你的親友 你認識的朋友打電話來做視像對話 專家呼籲大家不要接聽不明的視像來電 報道的內文就提到警務處近日提醒提防騙徒 用人工智能換面換聲進行詐騙 香港資訊科技商會榮譽會長方寶橋 在昨天表示 這個心藝技術突飛猛進 網上亦有不少程式可供換臉 近日亦流行新成AI歌手翻唱歌曲 他提到若果市民接幕親友 所謂的親友視像內電 若果有懷疑 可以要求對方按下頭 Share a hi 打聲招呼 留意對方的動作是否自然 最佳的做法是致電親友本人查證 有網友指近期湧現不明視像內電 方寶橋提醒有機會是騙徒 從中錄影接聽者的樣貌和聲音 呼籲市民提防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不知道各位網友近期有沒有接到一些不明來歷的視像通話的要求 即是打來做視像 但不要小看 若然對方是騙徒一來想偷你的樣貌 為何偷你的樣貌 可能偷你的樣貌 製成另一個AI 打電話給你的朋友騙其他人也說不定 另一邊雙 若然你對視像通話又說話的話 錄你的聲音又可以假裝你的聲音 家人近幾個月 這幾個月的AI突飛猛進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尹光唱歌 那個AI尹光其實不是尹光 電腦扮演 也扮演幾次 近期擔心不知道騙徒會否用這一招 扮成你所認識的人打給你 結果幾次樣 專家建議若然你有所懷疑 可以叫對方按下頭 通常一按下頭就可以看到端藝 另外亦都說說這則網絡熱話 根據HK01的報道 有個迷信的婦人懷孕三十七週上開刀 就說師傅摘了一日 醫生一個原因拒絕 而網民直戚這個婦人沒有腦 報道的內容提到 那名的孕婦在Facebook群組發帖文 表示打算入院否復生子 也請教命理師傅為孩子擇日開刀 不過師傅所選的日子是懷孕三十七週有五日 他和主診醫生討論過後 遭到醫生以未夠三十八週 即未逐月唯有拒絕他 在心儀的日子開刀 孕婦於是請教其他媽媽級的網民 希望獲介紹願意為懷孕三十七週的孕婦 開刀的苦科醫生 說請問有沒有醫生可以三十七週五日開刀 師傅選了這一天 但差兩天才是三十八週 鐵文有來一眾媽媽網友的討論 不少人批評事主過於迷信 應該把胎兒的健康放在手上 所以說今天才知道原來有人會禁迷信 擇日這件事 而不是為了個B的身體健康著想 不過也有媽媽分享個人經歷 指醫學上懷孕三十七週已經算足月 部分醫生或是願意為孕婦開刀 但最終還是要按實際的健康狀況作決定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這些職業說認真奇怪 說擇日通常開章、結婚等等 想不到連生嬰兒那天也最好擇日 師傅擇日 不過醫生不同意 這個孕婦上網求救 問問有沒有哪些醫生願意幫他 在三十七週、零五日離開刀 結果很多網民都怕他 說他過於迷信 我是曠聖 我們下節的影片繼續聊天